聯合醫院出現超級傳播者 12個病人和7個醫護人員確診或初步確診 政府專家顧問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在本台節目講清講錯話 仍然在調查爆發原因 暫時未需要為傳染病人做檢測 不排除其他可能性 例如會否經過接觸 經過飛沫 因為沒有戴護目鏡等等 而引起傳播 現在整個追蹤和整個調查 都仍然在進行 我們不可以在這個階段下很多結論 我想最重要是看看 究竟你有沒有這樣的人手去做這麼多事 同時我們始終覺得最重要 就是先搞定病房的爆發 其他當然可以 當你有足夠的檢測力量的時候 其他即刻可以檢測都可以 但問題就是暫時我看不到有即時的需要 其中一個醫護人員是負責抽血 是啊 他可以檢測 病房到處去的 但我們問過那個抽血員 他從頭到尾都戴了口罩 所以機會率不是那麼高 我們會安撫所有的醫護人員 叫他不用擔心 雖然這個是第一次在香港 正式有醫護人員的群組爆發 但我們相信應該是控制了下來的